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这本经说 徐小姐就经常在家里送金 有时也会去寺庙里礼佛 在徐小姐的影响下 她的母亲和妹妹也经常和她一起去礼佛 女儿啊 自从经常跟着你来礼佛 我感觉精神比过去好多了 看来还真是要多出来运动运动 妈 这是因为你上香拜佛 佛祖才保佑你呢 是吗 你妹妹今天本来要和我们一起来的 可惜有事情耽搁了 下次我们再一起来吧 好啊 今天中午妹妹就会回来了吧 是啊 她中午会回来 你先回家等她 我去市场买点菜 嗯 好的 母亲在市场里买菜时 看到了小女儿最爱吃的无锅鱼 无锅鱼 新鲜的无锅鱼 全都是现捞的 每一条都活蹦乱跳哦 无锅鱼 小女儿最喜欢吃无锅鱼了 那我就买几条今天中午煮来吃吧 妈 啊 小文 回来了 你先跟你姐聊聊 我去厨房准备午餐 母亲将这三条无锅鱼带回家后 便在厨房里宰杀 妈 需要我帮忙吗 嗯 妈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礼佛的手 怎么能沾染血腥呢 信佛是不能杀生的 信佛哪有那么多规矩啊 还不能杀生 你也不能吃 姐 怎么了 你看 妈杀了三条鱼 那你也不能那么说妈呀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你何必这么认真的 这怎么会是小事呢 要知道杀生是很重的罪业 你和妈都不能杀生的 唉 算了 因为这件事情 徐小姐和妹妹 母亲 闹得不欢而散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徐小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啊 妈妈 女儿啊 快救救妈妈 快救救妈妈呀 妈 你怎么了 有三条鱼用尾巴打我 好痛 好痛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做梦啊 好奇怪的梦 妈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第二天 徐小姐便急忙赶到了母亲家 一进门就看见母亲的脸 肿得很厉害 就和昨晚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 妈 你的脸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昨晚我做了一个怪梦 梦到有三条鱼用尾巴不停地打着我的脸 嗯 我现在明白了 看来杀生减兽是真有其事啊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妈 你怎么样了 唉 都怪我不听你姐的劝说 杀死了那三条无锅鱼 这都是报应啊 你别听姐乱说 这怎么会是报应呢 妈 你快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徐小姐的妹妹依然不相信杀生果报 她执意带着母亲去医院做检查 我诊断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哟 我开一些药给你擦擦 过几天如果你还不舒服的话 你再过来看看的 那我妈妈不会有事吧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唉 然而几天后 母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 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梦到那三条鱼来跟她逃着我们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是你杀死了我们 还想让我们放过你 没那么容易 对 我们这次非要打死你不可 对 对 打死她 打死她 不要啊 不要啊 唉呀 好痛啊 我的脸怎么又肿了 终于徐小姐的母亲实在无法忍受疼痛 她便和徐小姐一起去寺庙礼佛 救命 救命啊 菩萨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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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一直是自作自受啊 杀生长命的因果报应 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杀神了 救菩萨救我 既然她已经有心回过 那你们三个就让她幸运吧 我姐能听你梁梁少 一定是成绩 好吧 我们就听菩萨的 你也回去了 你已经得到了成绩 他们不会再来找人 谢谢菩萨 谢谢菩萨 啊 我的脸好了 几天后 徐小姐的母亲身体恢复健康 脸也不再肿了 但是她知道自己因为杀生 而减少了三年养兽 因此从那之后 她虔诚礼佛 奉生之素 希望能够修得一些善果 来弥补自己的故事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只是我们法眼未开 不知道而已 天生万物 苦患多 劝君放手 互生息 善念一缕 达天罗 结善缘 得善报 小镇上住着一位善心的阿姨 她心地善良 一心向佛 手上经常挂着一串佛珠 没事的时候就会小声念佛 阿姨在镇上开了个小杂货店 她平时生活节俭 却经常接济镇胜的穷人 每逢市局的时候 附近村中的村民来到镇上 阿姨就会免费为大家提供茶水 并拿出自己的小板凳 供大家休息 都渴了吧 来 喝点水 姐姐渴啊 阿姨 真是太谢谢您了 您给我们板凳做 还给我们水喝 我们真是过意不去啊 是啊 阿姨 您也休息一下吧 不过是给你们些水喝 这有什么 你们走那么远的路来 一定又累又渴了 没什么好过意不去的 快点喝吧 你们有所不知 这位阿姨可是我们镇上出了名的活菩萨 她只要见到穷困的村民 就会把自己的衣服食物等送给他们 有些山里来的村民穷到没钱买饭吃 阿姨就会多煮一些饭菜 请他们一起来吃 阿姨 您真是菩萨心肠啊 是啊 阿姨 您真是活菩萨啊 阿姨不仅对人好 对动物也很有爱心 见到流浪的小猫小狗就收养在家里 见到受伤的小鸟就带回家细心照顾 等他们恢复健康后 再带到树林里放生 孩子们 你们跑慢点啊 好了好了 别闹了 我去拿饭给你们吃 奶奶 奶奶 快开门啦 哦 是小鸣啊 来了来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奶奶 你看 哦 这只小鸟伤得不轻啊 你是在哪里发现它的 就在山下的草丛里 嗯 我带它到屋子里给它擦点药 你帮我喂喂这些猫猫狗狗吧 他们的食物我都准备好了 就在厨房里 好啊 不要争 不要抢 大家都有份 没事的 擦了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吃吧 多吃点 你的伤才会好得快 等你好了 能飞了 我就会帮你回家 现在你可不能乱跑哦 要知道我养的那些猫很调皮的呢 奶奶 怎么又多了好多只猫狗啊 哦 那只小花狗是我前天捡回来的 那两只小猫是昨天收留的 哎 现在呢 怎么就忍心将它们丢弃呢 奶奶 别再一直收养下去 这间屋子可就装不下了 可是我总不能看着它们挨饿受冻而不管吧 几天后 那只受伤的小鸟康复了 老奶奶将它放走 小鸟在老奶奶头顶盘旋了好几圈后 才依依依依舍地离开了 小家伙 看来你已经完全好了 是时候把你放回家了 以后一定要小心点 别再受伤了 好了 回家吧 再见 小家伙 一个月后 阿姨在杂货店里顾店时 看见有好多村民到小镇附近的山上采野孤 昨天下了一场大雨 今天肯定会很热 我们多准备一些茶水 好让赶路的人解渴啊 好的 奶奶 你看 有人来了 阿姨 你店里有小铲子吗 有啊 那我买两把 我也要两把 怎么了 今天怎么好多人来买小铲子 阿姨 你不知道吗 昨天下了那场大雨后 山上冒出来好多野窝 味道鲜美极辣 是啊 野窝煮汤味道很棒呢 阿姨 你也上山挖点吧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小铃 我们也上山挖野窝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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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阿姨便带着孙女上山采野窝 两人朝一个小山坡走去 奶奶奶奶 你看 这里有野窝 这里的野窝没有很多 是不是我们来晚的都被别人挖走了 可能是我们没找对地方吧 奶奶 你看 那里的野窝比较多 我就说嘛 我们没找对地方 哎呀 还是小孩子的眼睛比较好 走 我们去那里吧 当阿姨和他的孙女刚刚走到那座小山坡时 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只小鸟急切的叫声 你看 这里的野窝好多啊 是啊 这些野窝够我们吃好几天了 咦 怎么会有鸟叫 山下有鸟叫很正常啊 不对 这只小鸟叫声那么急切 应该是遇到危险或是受伤了 它是在向我们求救呢 啊 是这样吗 可是那只小鸟在哪呢 那只小鸟在山下的草丛里 我们快去找找看 为了见那只小鸟 阿姨带着孙女循着他的叫声朝山下走去 谁知两人刚刚走到山下 那座小山坡就突然发生山崩 大量的土石从山上落下 如果两人当时站在山坡上 一定会被掩埋的 就在那里 我们快点过去 奶奶 你别急 慢慢走 天呐 竟然山崩了 如果我们没有离开那个小山坡的话 肯定会被活埋的 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 是那只小鸟救了我们 哎呀 小鸟呢 就在阿姨和她的孙女在寻找那只救了他们性命的小鸟时 一只小鸟突然从草丛中飞了出来 在他们头顿团旋了一群后便飞走了 如果不是阿姨平时行善积德 小鸟怎么会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大声呼唤呢 再者 如果阿姨没有善心 听到小鸟的叫声也毫不理会 又怎么能获救呢 这都是善友善报啊 感恩图报的狐狸 在江外的河边 经常会有一些学佛的人来此放声 他们将买来的鱼虾放回到河里 大哥 我们将这些鱼虾放生 他们会知道是我们救了他们吗 那当然了 动物都是通人性的 我们救了他们 他们心里一定明白的 动物心里会知道 真的吗 你难道没听说过动物报恩的故事吗 我想那些只是劝人向善的故事罢了 大哥 您放生那么多年 曾经遇到过动物报恩的事吗 我也没遇过 不过我相信动物是知道报恩的 年近七十的陈爷爷 每逢周末都会到这里来订生 虽然他年纪大了行动有点不方便 但每周一次的放生却从未缺席 你看 陈爷爷来了 我们去帮他一下 陈爷爷 我来帮你拿 谢谢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陈爷爷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常来了 万一发生危险该怎么办 我来一次就可以挽救那么多的生命 怎么可以不来呢 而且我已经放生近四十年了 不来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似的 哎呀 陈爷爷 您放生已经四十年了 是啊 当初您为何会开始放生的呢 任何动物都是通人性的 我们怎么能伤害他们呢 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 便开始放生 直到现在 你听 陈爷爷也说动物是通人性的吧 陈爷爷 刚才大哥也说动物通人性 可是我总是觉得他们只是动物 怎么会通人性呢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 不相信动物是通人性 会报恩的 那时候的我经常去钓鱼 直到有一次它救了我的性命 陈爷爷 动物救过你 是鱼吗 不是 是一只感恩图报的狐狸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的我非常年轻 是水库的管理员 经常一个人住守在水库旁的工作室里 一个人看守水库是非常无聊的 于是我开始学会钓鱼 原来钓鱼还有那么多技巧啊 嗯 今天天气不错 正好可以试一下刚学的方法 哈哈 上钩了 这招可真灵啊 随着我钓鱼技术越来越好 钓到的鱼常常多到吃不完 看来今天的鱼又吃不完了 于是我便将剩下的鱼养在水缸里 放在工作室外临时搭建的厨房里 嗯 这些鱼可以吃很多天了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 水缸里的鱼总会莫名其妙的变少 嗯 今天早上煮个鱼汤来喝吧 啊 奇怪 水缸里的鱼怎么又少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这里面的鱼好像凭空消失一样 真是奇怪 那些鱼到哪里去了 这件事让我十分困惑 直到有天晚上 我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阵阵声响 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从厨房那边传来的 于是便拿着一个木棍去一探究竟 原来是一只来偷吃鱼的狐狸 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 怎么爬也爬不上来 你这只该死的狐狸 原来是你天天来偷我的鱼 我正准备打死这只偷鱼的狐狸时 却看到了它的眼里满是惊恐 甚至还有眼泪 唉 算了 今天就饶了你 你走吧 我鱼心不忍 最后还是放了这只狐狸 后来我的鱼再也没有少过 一个多月了 我的鱼再也没少过 看来狐狸还真有良心啊 但是最令我意想不到感慨万千的是 有一天晚上 这只狐狸居然跑来 挽救了我的性命 那天晚上我正在工作室里睡觉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抓门声 和呜呜的叫声吵醒 什么声音 咦 好像是狐狸的叫声 正如我所料 那只狐狸就在门口 他显得焦躁不安 一副有急事又说不出来的样子 小狐狐狸 你是不是找不到食物 好来跟我要鱼啊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我进去帮你找点吃的 然而就在我转身进屋 要帮他拿食物时 那是狐狸突然咬住了我的裤管 并且用力的往外拉 你不是肚子饿吧 你是想让我离开这间房子 当时我忽然有种预感 这只狐狸来找我是来报恩的 于是我便跟着他来到了院子 就在这时 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 我居住的工作室 瞬间被夷为平地 直到现在 我还念念不忘那只被我放生 又来救我的狐狸呢 真没想到 一只狐狸竟然这么重情重义 知道感恩可报 不只是狐狸 我相信地球上的动物 与我们人类一样 尽管它们无法言语 却有着相同的思维 灵性和良心 经过了那件事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钓鱼 取而代之的是 每个周末都会进行放生 来挽救这些生灵 哎呀 你们看那只鱼 它是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 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 印在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二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是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凡 咒语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消灾难 所以大家 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旗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马旗的功德 佛陀佛 护持帐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要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皇宝灿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至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生包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结下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生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深重 民生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学习佛教的名词 什么是归依 归就是归向 依就是依靠 归向什么 我们以前都是归向我们的贪、嗔、痴、痴 归向烦恼、归向执着 现在我们反过来 归向能够救护我们 出离烦恼的佛陀 用什么出离烦恼 佛陀所开示的真理叫做法 而依着佛陀的真理而去实践的人 修行者叫做僧 所以我们要归头、依向、三宝、佛、法、僧 这就叫做归依 而归依也不一定要 真的要在寺院里面做一个盛大的仪式 只要有一个出家人 他为我们念诵三皈依 而我们从内心真的发起了 我要求受皈依的心 这样只要一个出家人 以及我们决定要生起皈依的念头 我们就完成了皈依的仪式 而完成皈依的仪式之后 我们就成为了三宝弟子 又叫做佛弟子 我们就开始要依着三宝的教界 去待人、接物、生活、处事 都要开始遵从佛陀的思想、佛陀的语言 以及佛陀的行为 去实践、去修行 这就是皈依的意义 以及皈依的目的 了解 平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